王大爷 今年65岁 常常在感到身体不适时 比如胃疼 头疼 失眠等 就会习惯性地选择自行服用阿末西林 他坚信阿末西林是一种有效的消炎药物 并且自认为对身体无害 直到有一次 王大爷的儿子 小王发现父亲失眠了 于是前来了解情况 令他惊讶的是 王大爷竟然又拿出了阿末西林来吃 小王无奈地提醒 爸 阿末西林不能经常吃 会有副作用的 然而 王大爷对此不以为然地反驳 你知道啥 我经常吃它 都没事 消消炎 身体啥病都没有了 面对父亲的固执 小王也没有继续劝说 而是决定第二天带着父亲去咨询医生 在医生了解完王大爷乱服药的情况后 他解释了阿末西林的作用原理 强调它主要用于治疗细菌感染 对于一些病毒性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是并不一定有效 医生还向王大爷说明 频繁服用这类药物 很有可能产生抗药性 使得药物在真正需要时失去疗效 此外滥用这种药物可能导致一系列副作用 如胃肠道不适 过敏反应甚至药物耐受性 对身体的免疫力造成伤害 听完医生的建议 王大爷逐渐意识到阿末西林并非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而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药物 他也逐渐意识到合理用药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常用的药物 长期频繁地服用它们 可能会削弱身体的免疫力 然而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 所以接下来将详细为大家普及相关知识 一、免疫系统在人体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免疫系统如同一支无声而强大的卫队 深藏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和组织之中 其在人体中承担着多方位的角色 维护着身体的内在平衡和整体健康 其一、免疫系统肩负着抵御各种外来侵害的重任 作为人体防御机制的核心 其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机体免受感染的危害 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 都是我们周围潜藏的微生物 它们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病原体 对人体造成威胁 免疫系统以其复杂而高效的机制 辨识并打击这些病原体 以维持机体内部的微生态平衡 在感知到病原体入侵时 免疫系统立即启动一系列防御反应 其二、免疫系统在人体内扮演着重要的癌症防御角色 其对抗异常细胞的能力 是防止这些细胞演变成癌症的一道坚固防线 异常细胞可能由于遗传突变 环境因素或其他内外部因素引起 它们潜伏在人体内 可能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增殖和发展 形成肿瘤 免疫系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 来监测和清除潜在的癌细胞 特定的免疫细胞 如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和细胞毒性体淋巴细胞 具备识别并直接消灭异常或恶性变异细胞的能力 这种直接的细胞杀伤机制 有助于制止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此外 免疫系统能够通过激活获得性免疫反应 疾病淋巴细胞产生抗体的过程来对抗癌症 抗体的作用是标记癌细胞 使其成为免疫系统更容易识别和清除的目标 而且免疫系统还能激活其他免疫细胞 实现协同作战 形成一种集体的有力的癌症防御机制 其三 免疫系统不仅在抵御感染和对抗癌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也承担着调控身体内部炎症反应和细胞信号的重要任务 炎症是免疫系统的一种自然反应 通常是对抗感染或损伤的正常生理过程 适度的免疫反应有助于维持组织和器官的平衡 防止过度炎症导致组织损伤 免疫系统通过精密调控炎症反应 保持细胞信号的平衡 确保适度的免疫反应成为一种有益而非有害的生理过程 这种调控机制是维持身体内稳态的关键 防止过度炎症对组织造成损害 从而维护整体健康 总而言之 免疫系统对人体健康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避免一些可能损害免疫力的行为 比如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可能对身体免疫力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大家要有所了解 二 哪些药物长期服用会破坏身体免疫力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常见药物 如果人们长期服用 可能对身体免疫力产生负面影响 增加患病风险 特别是解热阵痛药 糖提质激素和抗生素 第一种药物 解热阵痛药 解热阵痛药通常运用于缓解疼痛和控制发热 包括非灾体抗炎药 NSAIDS和铺热系痛等 这些药物在短期内有效减轻不是症状 但对于长期服用的患者而言 会破坏免疫系统 非灾体抗炎药有多种 如阿斯匹林 布洛芬 铜洛芬等 通常用于缓解疼痛和处理炎症 它们通过抑制体内的一种煤来减少炎症和疼痛反应 然而 一些研究指出 长期过量使用非灾体抗炎药 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的抑制 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 可能干扰一些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 这种抑制效应 可能增加机体感染的风险 因为免疫系统在识别和应对外部威胁时 可能变得相对不那么敏感 特别是过度服用解热阵痛药 可能导致抑制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物质的产生 而前列腺素是一种在免疫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号分子 这一抑制可能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调控 使其在对抗感染等方面的效率受到削弱 从而增加了患者感染疾病的风险 第二种药物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 比如D-3米松 波尼松 福蒂卡松等 这类药物长期服用 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抑制 这使身体更加容易受到感染的威胁 免疫系统正常情况下会通过各种免疫细胞和分子 对抗病原体 但在糖皮质激素的影响下 这一过程可能变得迟钝 使机体难以迅速而有效地应对外部威胁 再者 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 还可能增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因为免疫系统在过度抑制的情况下 可能攻击机体正常组织 这种过度的免疫系统抑制 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包括容易感染 慢性疲劳和其他免疫相关的并发症 因此 在使用糖皮质激素时 医生通常会努力在维持治疗效果的同时 最小化对免疫系统的不良影响 第三种药物 抗生素 阿莫西林就属于最常见的抗生素 这类药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抑制或杀死致病微生物 从而治疗感染症状 然而 它们并不区分对抗治病菌和有益菌群 这可能导致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被打破 人体内的有益菌群对于维持免疫系统平衡 保护免疫系统免受病原体侵害具有重要作用 抗生素引起的微生态失衡 可能使身体更容易受到感染 因为有益菌群对抗病原体的作用受到了削弱 再者 滥用抗生素可能导致细菌对药物产生抗药性 这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当细菌暴露于抗生素时 一些细菌可能经过基因变异或水平基因转移等机制 形成对抗生素的抵抗能力 这使得原本对抗生素敏感的细菌逐渐演变成抗药性细菌 这不仅减弱了抗生素治疗感染的有效性 还增加了难以治愈的抗药性感染的风险 因此 使用抗生素时应遵循医生的建议 按照处方完成疗程 避免自行中断或过度使用 这有助于减少抗生素对免疫系统和微生态平衡的不良影响 确保药物在必要时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 所以 为了保护人体的免疫力 以上三种药物不能长期服用 最好在服用前 咨询专业的医生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能够保护免疫力 三 保护免疫力的方法有哪些 免疫系统是人体的防御系统 能够抵御各种病原体的侵害 因此 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和保护免疫力 成为维护整体健康的关键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方法 首先 定期进行规律的体育锻炼 对于提升免疫力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适度而持续的体育活动 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运作 更能够有效刺激免疫系统的活力 这一过程中 免疫细胞通过血液循环系统迅速流动 增加它们在身体各部位的覆盖面 从而提高对潜在病原体的识别和攻击能力 科学研究表明 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 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功能受损 使机体更容易受到各类疾病的侵袭 通过规律的运动 身体释放出的内源性和耳蒙 如内肥胎和多巴胺 能够有效缓解紧张情绪 有助于维持身心平衡 从而进一步提升免疫系统的整体效能 再者 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 对于维持免疫力的关键至关重要 充足的睡眠时间 是身体进行修复和更新的关键时刻 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深度睡眠阶段 身体会释放生长激素 促使细胞修复和再生 同时 免疫细胞的活性也得以提升 更有效地应对潜在的病原体 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 对于维持免疫力的稳定性尤为重要 遵循固定的作息时间 每晚保持一致的睡眠时长 可以调整身体的生物中 使其更好的适应环境的节律 避免熬夜和不规律的作息 有助于保持生物中的稳定性 防止免疫系统受到负面影响 还有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是预防感染的一项有效 而基本的手段 勤洗手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通过经常洗手 特别是在接触 可能受到污染的物体 进食前后 以及使用卫生间后 可以有效地减少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 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进行充分的洗手 可以彻底清洁双手表面 消除潜在的病原体 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 除了勤洗手外 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 也是防止免疫系统负担的重要措施 定期清理和消毒常用的物体表面 如手机 键盘 桌面等 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和传播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积沉 细菌和霉菌的滋生 有助于创造一个清洁 健康的生活环境 为免疫系统提供更有利的工作条件 王大爷的经历提醒我们 对于药物的服用必须谨慎 特别是解热阵痛药 糖提质激素和抗生素等 可能对免疫系统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 应该在医生的建议下谨慎服用 避免过度或滥用 在保护免疫力的道路上 科学用药 规律运动 良好睡眠和个人卫生的综合策略 将为我们打造一个更加健康的未来 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这些方法 拥有强大而健康的免疫系统 远离疾病的困扰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